三十一级 宝马5系 奥迪A6 谁更有牌面 谁的保持力要好 但谁能上座第一个洞块 视频前的你会选择谁 评论区告诉我 这条视频点赞收藏 我即将带你们结束 二手车发的选车会多么的仔细 首先奥迪A6又要出新款了 变得出来了 赶油版明年年底 这老咕噜往后烧一烧 咱先研究一下宝马5系 值得入手的版本就是迪配的525 据我了解 我上海最好的兄弟 宝马专修的罗老师 他按进落地三十二 提前一年还款 利息只有一万 而且保养啥的都送了 相当于算上利息提前一年还款的情况下 他全部办完落地花了三十三 有没有比这还便宜呢 评论区抠出来 你是搁哪干的 说句实话 宝马5系要干就干迪配 原因很简单 过了四十 那必是奔驰一级 甚至迪配的奔驰一级和迪配的宝马5系能差出来大几万 但是他同样一年两年三年之后 你开构了卖的时候 不要觉得贵的奔驰一级他会赔的多 其实他俩赔的都差不多 因为奔驰一的产品力更好 外观设计也不像宝马5系见走偏风 听说宝马5系的设计是卷铺该走赢了 但换个角度来看 三年以后 四年以后 五年以后 我相信大家还是认可现在宝马5系的整体一个外观设计理念的 很多色情刚上市 他不是为了迎合现在的审美 而是未来两到三年甚至五年以后的审美 同意的点个赞 奔驰一级要干干哪个配置 其实要干就是300豪华 他现在的优惠还是跟之前一样 7到8 可能有比这个优惠更高的 但是种种区域限制 你也买不着 作为总结这期内容 三十多万预算就是5系 四十网上就是一级 每天带不了解新资二车行情 作为车圈颜值播主 我不会让你们白给我点关注 买完车的千万别看 董事弟将要排行榜 我盼期的蹦起来 如果近期想买车可以去董事弟看一下 里面有最新的降价信息 让你买车不买贵